我們現在去講另一種解二元一次方程的方法 之前我們學了一個代入消炎法 就是把其中一個微枝數轉為主行 然後把它代入另一條式去解方程出來 當中我們用了代入法 今次我們會學另一種方法 這種方法沒有那麼簡窄 即是數字不太好都可以做到 這種方法叫做加減消炎法 這樣做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兩條式加減 實際操作是怎樣呢 現在講一下 第一件事先看看題目 題目現在就這樣 都是有個聯合方程 上下兩條式各自有X和Y 所以我們叫上面那個做一式 下面那個做二式 好,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看X和Y的一對 先看看X這對 還有看Y這對 有沒有哪一對的數字是一樣的 這對是1X和4X 所以這次不同了 這一對 先捲著它 因為一樣 這對是5Y和5Y 所以一樣 但是我已經說了 每一項前面都要貼上正副符號 所以雖然它們都是5Y 但是一個是加5Y,一個是減5Y 重點在這裡 如果一個是加5Y,一個是減5Y 我們將它們兩個加在一起的話 它們兩個就會互相抵消了 所以我們做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可以把兩條顏色加在一起的話 那麼Y就會這樣抵消了 但是顏色怎樣加呢? 這個方法就是我們看著中間有個等於符號 我們就把等於左邊加起來 和等於右邊加起來 即是 等於中間的話 我們就把1色等於左邊的部分 加上2色等於左邊的部分 即是變成 X加5Y 加上 4X減5Y 左邊計算了 右邊就會是49 9 減4 接下來就是解方程 X加5Y 加4X 減5Y 拆管好 右邊計算了 剩下45 那麼我們要發握左邊 大家有一個技巧 就是其實我們最初都是拿著Y來做的 一個加5Y,一個減5Y 其實我們最初都預計算了Y會全部被人約 所以現在只剩下X加4X 即是5X 現在左右都只剩下1項 把5送給對面 變成除 X就等於9 不過原來我忘記了寫 你需要寫文字 究竟你在這一步做了什麼 這一步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把1色加上2色 所以你寫的方法就是 1色加2色 無好 跟別人說 我們現在把1色加2色 好,計算完這個未知數 我們就可以把它代入 1色或2色 用之前一樣 代入去計算另一個未知數 所以來代替X等於9 進入去 1色或2色 1色就會比較簡單 直接把2色交給 再代入去 之前也提及過 所謂的代入法 X等於9 意思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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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1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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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照抄,即是 加5y等於49 現在有三個東西 所以首先要用加減的方法 將其調位先 9是正數 調對面會變成 -9 5y就是40 然後這個5是乘法 所以將5送給對面 會變成除法 y等於8 最後記住 總結計算到的數 x等於9 y等於8 再說一次,加減消緣法的意思就是 我們首先找一下 究竟這對x還是這對y 是數字上很相似的 如果它們中間是正負不同的話 我們將兩正式加起來 就發現剛好 y就會抵消了 我們便會計算到x 第二步,用x計算y 跟之前是一樣的 將x代到一色或二色 找到y 最後出答案了 在這裏